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分享的,然后我的名字叫赵明山,然后我很荣幸今天有机会能跟我的搭档来自小红书的孙伟祥一起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企业内部对有状态服务容器化积累的一些经验。 我先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自我介绍,我之前的话呢是在腾讯游戏,主要是做Game Store相关的一些容器化的一些工作,之后的话呢是加入到了Alibaba Cloud的ACK容器服务团队,然后呢主要是从事集团内部还有Alibaba Cloud的内部一些业务的一些余缘生的一些工作,同时的话呢我也是OpenCruise的这个Maintainer。 然后我们今天的分享的话呢主要是分三块,首先的话呢会介绍一下Alibaba的OpenCruise项目的这个社区的一些基本情况,第二点的话呢会去介绍OpenCruise有状态服务应用的一些核心的一些能力,第三点的话呢有我的搭档去介绍小红书的内部一些落地。 在开始之前的话呢我想简单的了解一下,今天在场的各位有哪些之前了解过或者使用过OpenCruise的,不知道有没有方便举手吗? 对,感谢,就是其实比我想象中的人要多一些啊,对。 然后我先介绍一下什么是OpenCruise,我大概给了两个定义,就是第一个是基于Kubernetes扩展的语言生应用管理的一个组件。 大家可以看一下右边这个架构图,上面的话呢是大家在集团内部一般构建的一些容器PaaS平台。 然后下面的话呢是一个典型KeeperIC架构啊,就是然后是管控层,然后还有就是节点测。 管控层的话呢一般是有APS server,调度器,还有control manager,然后OpenCruise的话呢我也是放到了管控侧,然后写了一个add-down。 为什么叫add-down的话呢?就是OpenCruise提供的所有的能力的话呢都是基于社区的扩展的CRD,或者label annotation,或者一些环境变量扩展的一些能力。 它是对Kubernetes原生的一些在工作负载,在应用管理方向的一些能力这些扩展,然后并且它也是可扎拔的,就是大家可以去选择性的使用。 所以说我叫做一个add-down,对。 另外的一点的话呢我们是可以运行在任何原生的Kubernetes集训当中的,因为我们没有对任何的Kubernetes的这个代码做一些修改。 所以说它跟Kubernetes的这些应用管理的能力的话都是可以一起去结合使用的,对。 然后下面的话我们看一下我们扩展的有哪些能力。 我主要是的话大概有五个方面。 首先的话呢是应用的工作负载,我们针对于有状态的话,还有无状态的应用的话呢,去扩展了Chrome Set,还有Advanced Staff Set,它主要有一些原地升级,还有一些分泌发布,灰度发布,还有就是指定抛的删除啊,这样一些能力。 另外的话呢,针对于赛特卡容器的话呢,我们也去扩展了一个CRD,叫做赛特卡赛特,大概其实也就是管理赛特卡的一个工作负载。 然后基于这个赛特卡赛特的话呢,它可以实现赛特卡容器的这个无管注入,独立原地升级啊,还有一些热升级的一些能力。 第三个方面的话呢,是应用分区管理。 这个的话呢,主要是包含一些可以去按照Port,可以按照多可用区的一些打伞的,还有一些弹性相关的一些,比方说我可能调度到一些弹性的一些池子,在高峰的时候,低峰的时候的话,优先把弹性池子的Port给送容掉。 对,还有一些就是针对于多架构的一些一些适配,比方说你的K8S机群可能有一些ARM或者AMD的一些机器,然后它的Port的可能它的一些CPU啊内存呢,或者一些YAML是不同的。 然后针据这个的话,你可以通用一个工作负载去管理,而不用多多个。 第三个,第四点的话呢,是应用的安全性的一些防护。 我们针对于这一些核心的一些资源,比方说Namespace,然后CRD,还有就是Workload,还有Service,Ingres这些的话呢,是支持了一些防机链身处,还有防护的一些能力。 最后的话呢,是有一些增强的一些运营能力,比如说容器重启啊,然后镜像预热啊这些。 然后这是OpenCruise的核心的一个项目,然后我们在这个group下面的话呢, 又有两个运含了两个子项目,一个是支持渐进式发布的,叫做CruiseDraught,主要是支持一些金丝雀发布,蓝绿发布啊,ABTest等等。 这个的话呢,我们在去年的group count上面也有一次分享。 另外一个项目的话呢,是叫做OpenCruiseGame,它主要是在这个游戏GameServer领域的一个扩展, 然后今天下午的话也会有一个talk,然后欢迎大家都说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听一下。 对,然后大家听了这些能力之后的话,可能有一些同学有一个,首先有个疑问啊,就是可能能力的话还不错, 然后有享用的场景,但是呢,它又没有去真正的大规模实践。 这个地方的话也跟大家说一下,就是OpenCruise所有的能力,我们都在阿里巴巴集团内部的话呢, 是有大规模的验证的。 集团就是包括阿里云的话,可能大部分的这种百分之七八十的port,都是使用ChromeSat,还有Advanced Selfset来进行的一些管理。 SaticaSat的话呢,是管理了集团里面大部分的这种运维容器,然后安全容器,还有一些mash的一些容器,包括独立升级。 其他的话,一些静向预热等这些能力的话呢,其实也有比较广泛的使用。 所以说,大家使用起来的话呢,不用特别的去担心。 此外的话呢,我们内部的版本跟外部的话呢,也是基本上保持一致的。 就是我们在社区的版本发版之后的话,我们会比较快速的话,在集团的内部进行一些版本的一些推评,这样类似的一些工作。 对,然后OpenCruise的话呢,它是从阿里巴巴集团内部的场景孵化的。 同时的话呢,我们在2019年的话呢,也开源到了社区,并且加入到了SenseF。 然后2022年的话,也进入到了SenseF的Intribution。 然后我们现在就是比较开心的是,我们有Star的话是四千多,Contribution的话呢,是有两百多个。 就是,其实OpenCruise现在很多的代码,或者一些backface,或者一些feature的话, 都是其实各个公司的人帮我们去提交的。 就是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去加入到我们去一起去建设。 好,我们在这个月的话呢,会去推到1.7的一个版本。 然后主要是对这个社区1.28 Native Seneca Contender的话有些支持。 然后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加一下我们的钉钉,或者我们的微信,对,在右边。 然后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加一下,然后我们有一些沟通,然后进一步了解一下。 然后未来的话呢,就是OpenCruise的话呢,未来一两个月的话,未来一段时间的一个计划呢, 就是首先我们是打算把Cruise的API的话呢,从Vα1升级到V1β1。 因为就是这个也是有一些诟病我们的,就是觉得我们的版本API的话可能不是有特别稳定。 但是这个地方就是我们也澄清了,就是我们的API是比较稳定的,我们会也会后面把这块给做好。 另外的话呢,可能还有一些global的Levnese Proof的一些支持,还有就是去支持一些原地resource。 对,了解到就是我前面对OpenCruise大概做了一个介绍,下面的话也进入到今天的一个主题, 就是OpenCruise在支持有状态服务过程当中,那个沉淀的一些核心的一些能力。 首先的话就是有状态服务的话呢,在容器化过程当中遇到一些困难吧, 它其实有状态服务的话,我们内部的话更多的是一些中间间的一些服务, 比如说ZK,MQ,或者数据库的这个Messicle之类的,然后他们会有一些额外的一些诉求, 比如说ZK的话呢,它启动的时候可能需要一个我其他Port的一些IP, 它所以说需要做一些地质聚合呀,然后之类的。 然后像中间间的一些服务的话呢,有蛮多有这种IP保持不变的一些需求, 它如果IP频繁变动的话呢,对于它的这个大规模的时候, 它的稳定性的话呢,会有一些挑战。 此外的话,还有一些就是ConfigMap的这种配置文件的一些灰度的一些能力, 还有就是用于通道的一些诉求。 而原生的K8S的话呢,其实大家都比较了解了, 就是它的一个基本的理念的话呢,是Port的话呢, 是不可变的一个基础设施。 然后我只要是修改任何Port的Label,Annotation或者是Image, 它其实都可能会去造成Port的一个重建。 此外的话呢,Port的部署的TOP其实也是很难提前预知到的, 比方说我很难知道我的部署到哪个Node上面去, 然后我提前很难知道我的Port的IP是多少。 对,等等这些的话呢,其实都是在阻塞, 就是状态容器化的过程当中的一些进程。 然后需要可能业有方大量的改造, 或者就是比较困难的一件事情。 然后在这过程当中的话呢, 我们也积累了一些经验吧。 首先就是原地升级。 这个的话能力应该是社区使用OpenCruise, 就是最广泛的,也是了解最多的一个能力。 就是我们在支持了一个Advanced Staffset, 然后这个一个新的工作负载, 它呢,可以去支持对Port的Label,Annotation或者是INV, 然后修改之后的话不会去重建Port, 而只会去重启容器, 这样达到一个原地升级的一个效果。 然后此外的话呢,当然这个地方它有一个限制, 就是因为社区的KBIS的API Server是不允许修改INV的。 所以说如果想实现这个INV的这个原地升级的话呢, 我们是扩展了就是Download API的方式, 这样的话也能实现API的INV的原地升级。 然后原地升级的话呢, 其实自然而然也带来了一些好处, 就是比方说首先节省了一些调度啊, 然后网络啊,或者一些存储的一些Wallroom Mount的一些时间。 另外的话呢,就是IP还有Wallroom这些也会保持不变。 第三点的话,其实如果你的Port里面会有多个container, 然后我们只会影响这当前更新的container, 其他的container不会变。 然后跟真正剧这个的话呢, 其实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最佳时间。 然后游戏Gaming Server的话呢, 它想容器化, 其实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条件, 就是如何实现热更新。 你比方说大家再打一句王者荣耀, 然后一个对局, 它的所有的数据其实都是存储在内存的本地的。 你如果这会儿对它做一个bugfix, 做这一次重启, 你可能这次对局就掉了。 所以说其实, 然后我们就利用了这个特性, 然后比方说这个Gaming Server的它的SafeSight, 它里面的话是包含了两个容器。 第一个容器的话呢, 是Gaming Server的一个主容器, 然后就是它的主容器。 另外的话呢, 是一个SiteCart的一个容器。 这个SiteCart容器的话呢, 可能主要是包含一些SO的一些热更新的, 或者bugfix的一些文件。 然后游戏Gaming Server的话呢, 一般的话升级方式的话是分两种。 第一种的话呢, 是一个大版本的一个发布。 比方说我可能一到两个月, 会停机发布一个大版本。 这次的话呢, 我的可能是魅容器啊, 还有SiteCart容器的话呢, 都会去做一个升级, 也就是重建升级。 其实跟社区的SiteCart其实没有区别。 第二点的话呢, 是一个区别的地方, 就是它在这一两个月之间, 可能每天都有一次到多次的这种热升级, 热更新或者bugfix。 然后这种情况下的话, 它只去updateSiteCart这个容器。 然后SiteCart容器的话呢, 会把这些更新的这些.SO的这些文件, 会去同步到这个共享的这个MTDR, 然后主容器的话呢, 发现这些文件被更新了, 它就去reload。 这样就达到一个热更新热升级的一个效果。 对。 在这过程当中的话呢, 你的游戏的对局的话, 是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的。 当然这不仅仅这种情况的话呢, 也不仅仅适用于游戏games.org。 就是如果是类似于有状态的服务, 它有类似的reload的一些能力, 其实都可以用类似的方式去实现一些热更新。 另外一个能力的话呢, 就是resource还有PVC的resource。 其实有状态服务或者很多英语就是会用ZK, 比方说MQ啊, 他们可能都会去用一些PVC去持久化一些数据的存储嘛。 这样的话, 我泡到重建之后, 我的数据其实也不会去真正的去丢失。 然后K8S的话呢, 其实1.1也支持了expandwall.com, 然后1.17的话呢, 也支持了inplace的resource的resource。 但是, 对, 然后其实前面, 大部分人应该都知道前面, 但是其实后面还有一个但是。 但是社区的save set的话呢, 它其实并没有去对这两种能力做一个集成。 比方说看下面这个图, 如果我把save set里面的CPU内存从2C4G, 然后去同步到这个更新到4C8G, save set的话呢, 它并不会利用到上面的inplaceresource的能力, 它会去重建Port。 对, 第二个点的话呢, 如果你去改的是PVC的template, 比方说我把save set的大小从20G修改到了50G, 然后这会儿的话呢, save set的这种workload的话, 它也其实不会去update对应的PVC, 然后可能需要你, 比方说Cube 7L这种手动方式去更新好, 后面的话它才能保持新扩容的这种保持这种状态, 对, 然后OpenCruise的这个advancedsave set呢, 我们对于上面两种能力的话呢, 是进行了一个集成, 然后只要你去修改这个resource, 或者是改PVC template, 我们是可以实践这个原地的升级, 此外的话呢, 就是因为原地升级有可能会失败嘛, 就是它可能比方说PVC, 它可能不支持原地, 或者就是它本地的resource的话, 它扩容的话可能会失败之类的一些情况, 然后我们也, 首先的话我们会去分批的会去进行这些事情, 第二的话呢, 我们也会去检测它, 判断它是不是有reset的成功, 如果失败的话, 我们会抱住错误来并且会卡住, 对, 第三个能力的话, 我们叫做这个config map的一个, 灰度的一个reload, 就是config map的话呢, 就是常用于在社区的话用的比较多的, 应该就是当做配置文件, 会去volume到port的文件里面去嘛, 然后大家就可以去读文件, 然后的话, 如果我对这个config map有一个修改, 然后的话呢, KipOS的机制的话, 它会把, 它会把所有的port基本上应该会同时生效, 没有办法做一个灰度的一个控制, 然后的话呢, 针对于这种情况的话呢, 我们是扩展了一个叫做config map set的一个CRD, 算是config map的一个管理的一个控制器, 然后它呢, 支持两个能力, 就首先会去支持config map的partition, 就是分批, 就是你可以对于存量的port, 分批的去控制config map升级的这个步骤, 第二点呢, 叫做config就是近似确, 就是针对于扩容的一些port, 其实你也可以选择扩容port的这个版本, 就是我对于新扩容的port, 也可以有一些灰度的一些策略, 然后大概的原理的话呢, 我大概说一下, 就是你创建了这个config map set之后呢, 你的业务port创建的时候, 我们会额外在这个port里面, 会去注入一个叫做reload set card的一个container, 这个container的话呢, 它会首先去挂载两个config map, 这两个config map的话, 其实就是比如说一个叫做config map1, 一个叫做config map2, 它代表了你的config map的新老的版本, 此外的话呢, 这个reload set card的话, 跟内容器呢, 它也会通过mptr的方式去共享目录, 然后我们的opencruise的控制器的话, 会跟reload的set card进行一些通知, 我告诉你, 可能你要需要去生效哪个config map, 然后它就会去把config map对应的内容, 会去同步到这个共享的mptr里面, 然后这样的话呢, 主容器的话就可以发现的话去reload, 从而达到这种config map灰度的这样一个效果, 对, 这种场景的话, 在我们内部的话, 像ZK啊, mq啊, 其实是有这个, 比较广泛的这种应用, 对。 下一个诉求的话, 需求的话, 我们核心能力的话, 我们叫做ephemeral job, 然后这个的话, 我先说一下这个能力的一个诉求的一个来源, 就是像数据库这种, 比方说像mqsql, 它容器化之后, 其实非常重要的一个诉求的话呢, 就是运维通道, 这是可能是数据库运维当中, 比较常见的一种策略, 就是比方说像日制备份的, 清理一些data数据, 或者一些问题排查等等, 然后像社区k8s的话, 其实并没有, 有类似的通道去支持出来, 然后的话, 但是其实社区k8s的话, 有一个类似于叫做, 临时容器的一个方案, 就是比方说大家去k8sql debug一个port, 然后这是k8s给的一种, 你去debugport的一种方式, 它会生成一个临时容器做一些事情, 然后我们针对于这种的话呢, 我们是扩展了一个叫做eFamily Job的一种, 针对于这种临时容器管理的这种工作负载, 然后业务的数据库这边的同学的话, 他们一般会去把他们的一些运维操作, 然后去写入到这个临时容器罩部里面去, 然后的话呢, 我们cruise的话呢, 会去port里面对应的去进行一些管理这些临时容器, 包括一些创建的管理啊, 回收啊等等, 这样能达到一些这种运维通道的一个效果, 对, 上面的话, 就是我今天就是因为时间运营的话, 我只介绍上面的情况, 下面的话这个是我, 我们在内部有状态服务容器化学过程当中的, 算是一些经验吧, 就是我们觉得就是有状态服务的话呢, 就是应该全部operator的话, operator的话才应该是有状态服务的最佳的打开方式, 然后operator的话呢, 并不是说大家去这个operator我要是实现所有的能力, 比方说我要去实现工作负载的能力, 我要是实现一些原则化的一些能力, 这些工作负载的话, 这些operator的话呢, 它更多的应该是对于原有社区啊, 或者比方说opencruise啊, 或者其他的一些能力的一些集成, 然后这样的话呢, 来自动的话的话去管理这些有状态服务, 然后okj的话呢, 是我们前面提到的一个我们的一个子项目, 管理game server的, 然后它呢, 其实就是类似的一种实践方式, 然后它是扩展了一个叫做game server set的一个CRD, 然后这个的话呢, 来管理game server, 然后它下面的话也是对接着两个opencruise的核心能力, 一个就是advanced server set, 另外的一个的话叫做podpropermarker, 这个的话呢, 是做什么呢, 它是一个旁路式的, 去可以去探测pod的一些状态, 比如说在游戏这个场景的话呢, 它可以去探测这个游戏gameserver, 它当前是不是还有对局, 对, 如果没有对局的话, 它就会在pod上面额外打成一些标签, 你比方说, 我这个王者荣耀这个对局, 这个gameserver的话, 现在已经没有对局了, 这样的话呢, 它就是表明一个advanced的一个状态, 这样的话呢, 在缩融的时候呢, 它就可以优先的把这些给缩掉, 也算是一个优雅下线的一个类似的一个效果, 对, 下午的话正好也有一个opencruise game的一个talk, 然后感兴趣的同学, 大家可以去听一下, 我这边的一个分享的话就这样, 下面的话有请小红书的同学去介绍一下, 小红书内部的话是如何落地这个游状态服务的, 那个大家好, 我是那个来自小红书的那个原生软件工程师, 然后我之前其实也是在那个阿里云的ACK团队工作过一段时间, 然后同时也是opencruise的一个mentowner, 然后首先就是在, 我会在两个层面来介绍一下, 一些小红书的一些内部的一些实践, 对, 第一个层面就是在那个应用编排这个层面, 第二个层面是在一些pod的经济化管理的一些层面, 然后其中用到的一些能力, 很大一部分都是基于opencruise做的, 对, 然后小红书目前的有状态应用的容器化的话, 大概涉及到这三类主要的应用, 第一类应用的话, 其实就是像一些典型的存储类的也应用, 就mycircle, redis, 还有一些redkv, 那个kv, nocircle这样的一些服务, 然后第二类还比较应用比较多的, 就是在搜广推的一些服务上, 对, 就比如说像那个经典的mergersearcher这样的一个搜索的一个架构, 这是因为现在搜广推的数据量, 它需要处理的数量非常大, 然后它就不可避免的要做一些分辨化的处理, 对, 然后它一旦涉及到分辨的话, 就可能要涉及到这些有状态的编排, 对, 还有一类服务是在那一些西数模型的训练上, 就比如说像那个psworker的这样的一些退理架构, 对, 然后它在这个worker上面, 其实也是类似于一些那个有状态化的一些编排, 因为它每个worker所计算的数据量, 或者说它的一些那个参数, 其实都是不是同质化的, 对, 然后这样就会涉及到一些, 总的来说吧, 反正就是分成两大类, 第一个就是多角色的, 然后就比如说master sliver这种架构, 另外就是说像那个moder search这种分片类的应用, 对, 但是实际上对于这些应用而言, 在我们真正的内部去落地的时候, 它可能不会像那个直接使用stable set这样, 简单的去给每个pod去加一个编号就可以了, 对, 对, 这是一方面的话, 其实是每个应用它的自身的业务形态带来的一个复杂性, 就是另一方面就是说在生产环境, 它也有生产环境的一些复杂性, 就比如说分片应用在生产环境部署的时候, 单个分片内部我们肯定不会去做单副本的这样的一个部署, 实际上在那个搜广推的一些应用当中, 单个分片它其实是可能有成百上千个pod的, 对, 然后进一步抽象一下, 就是我们在内部我们会把这些应用的编排给它抽象成一个二维的这样的一个矩阵的编排, 对, 我们内部的话称为一个叫做行列编排的这样的一个模式, 其中每一列的话其实代表了一个分片, 然后它的行数的话其实是代表了一个分片的一个副本数量, 对, 就比如说我们当发现那个上游服务对我们当前这个服务的调用量增加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按照行的维度给它进行扩容, 然后另一方面就是当那个数据量增大, 我们这个分片放不下的时候, 我们可以在那个列的维度进行给它扩容, 然后就是做了这样的一个抽象, 然后这里分成了两部分, 就是两种, 第一种就是稍微简单一点, 就是刚才提到的那种search的那种架构, 其实它在一个分片内部, POD其实是同质化的, 对, 然后它其实在一个分片内部可以做一些无状态的这样一个编排, 还有一部分其实就像那个存储类的服务, 它不光是在分片之间有状态编排, 然后还有它分片内部也会区分一些角色, 然后它的横向纵向其实都是有些有状态的, 一些需要有状态的编排模式, 但是比较好的就是就是那个OpenClose它提供的一些, 比如说像Advanced的StableSet的这样的一些能力, 我们可以在一个列的维度给它复用起来, 对, 然后小红书内部的话其实是针对这种行列编排的模式的话, 是用了那个OpenClose的UnitedDeployment这样的一个工作负载 去对它进行编排, 就虽然说这个UnitedDeployment这个东西, 它并不是一开始的提出, 并不是用来去解决这种分片式的行列编排的, 但是发现这个抽象其实是可以用在这个方面, 这边举了一个卡夫卡的这样的一个编排的例子, 对, 然后这个我们把一个卡夫卡机群抽象成一个行列的这样的一个应用, 然后它的每个ECU的话其实是就对应着一个特定的一个数据分片, 然后每一个分片下面其实有三个POD, 然后互为栽背, 然后这样去做一个多活, 然后这样的话就形成一个行列的一个编排的一个模式, 然后这样的一个模式有什么好处呢, 其实它可以减少我们一些运维操作的一些复杂度, 就是我们的编排可以去按照行的维度去编排, 而不是说按照列的维度, 而不是按照那个POD的力度去编排, 就这边举了一个升级的例子, 就是我们升级的时候会按照行的维度去一行一行的去升级, 然后并且在列的维度上我们会保证每个分片内的副本的可用性, 然后就这样按照一行一行的维度去升级, 这个的话其实也是小红书内部, 也不光是小红书内部, 我感觉其实跟很多厂家交流下来, 就是发现其实像百度还有其他的一些类似的一些场景, 他们也会采用类似的方式进行编排, 然后另外的话其实就是在POD的层面, 我们也利用了一些OpenCross的能力去做了一些更精细化的一些控制, 就比如说我们在那个存储服务下限的时候, 我们会使用那个Cross的那个定向POD缩容的一个能力, 然后去定向的下限那些坏掉的机器上的POD, 对,然后还有就是使用那个原地升级, 还有OpenCross提供了一个POD生命周期Hawk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我们在一些特殊场景下提升一些运维效率和一些稳定性, 对,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挑了两个场景跟大家分享一下, 对,这个是那个小红素内部一些那个比如说在线服务的一些索引的一些场景, 对,他们容器化部署了之后, 其实对于这些索引服务而言, 他们其实为了保证那个在线, 在线那个服务的一个SLA的质量, 他们会选择在POD的启动的时候把远端拉下来的一些索引数据直接加载到内存, 对,就尽可能的加载到内存里面, 然后以此来提高它的这样的一个查询的性能, 对,但是这样做的话, 就是在那个容器化之后, 他们对POD进行发布的时候, 就是有可能会对这个POD进行重建, 对,然后这个重建之后, 这些数据是必然会丢失的, 然后这样的话就会导致它每次发布都要全量的去拉一遍POD, 然后重新去加载POD, 对,然后这个其实是对那个带宽的压力, 还有对它的一个启动的市场是比较有挑战的, 对,然后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我们其实让业务方做了一些配合, 做了一下改造, 就是它不再会把远端拉下来的数据去直接放到容器的内存里面, 而是直接, 而是通过一个那个emptyDR挂载的一个tempfs, 放到这个tempfs里面, 就是做一个那个memory share, 对,然后利用这个openclose原地升级的能力啊, 就是它每次升级的时候, 其实只是把它的container去做一个重新发布, 它的sundaybox,就包括它的这个tempfs是不会去动的, 然后这样的话, 它在每次发布的时候是没必要去再去拉它的那个数据, 也没必要去重新加载它的数据的, 对,这个的话其实对它的一个发布效率, 还有一些那个发布稳定性就带来一个非常明显的提升, 对, 然后除了这个原地升级的能力的话, 其实小红书内部还用了那个openclose的一个life circlehawk的这样一个能力, 这个hawk的能力的话, 其实就在一些, 其实是在那个pod的一些关键的生命周期, 比如说pod的创建删除还有升级前后, 就允许我们加入一些自定义的一些hawk的动作, 然后来完成一些相关的业务逻辑, 并且这个的话其实是不会去侵入到workload controller的代码逻辑里面, 对, 完全是旁路的这样的一个实现, 对, 就比如说在我们内部, 就是一些村主服务的缩容下限的一些场景, 我们会去利用这个能力在它下限之前来教验一些数据层面的一些事情, 就是它是否具备下限的条件, 对, 还有一些AI推理的场景, 我们甚至可以利用这些能力去做一些模型的热更, 对, 然后这边是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 就是我们对AI推理的场景做了一个模型热更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就是这个红色的部分其实就是我们添加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控制器的逻辑, 这个逻辑的这个控制器的代码可能也就两三百行左右, 对, 然后还有业务方提供的那个接口的调用, 就我们利用这个原地升级, 升级Pod annotation或者label的时候不会重启container的这样的一个特性, 然后并且利用这个升级前后两个后克点, 然后去插入对业务方那个接口的这样的一个调用和判断逻辑, 然后以此来完成这个Pod的模型的热更, 对, 然后这样的好处其实就是避免容器重建和应用重新拉起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然后大大降低这个Pod它发布期间那个摘流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对, 使得它这个发布会更加的平滑, 对, 为什么会做这个能力, 是因为我们, 其实对于AI推理这种场景来而言, 其实它的90%的发布, 其实都是做一种模型的切换, 对, 然后如果它每次发布都要去重启可能的或者重建炮的, 这个对它来说, 其实没必要, 对, 然后这个这个后克的能力的话, 就是还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特点, 就是说我们可以完美附用像, 而 the ones, stay for set, 还有con set, 提供了一些mass available, 还有partition的这样的一些滚动发布的这样的一些发布特性, 对, 我今天的分享大概就是这些, 对, 然后看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就包括close的一些问题, 或者说大家在应用编排方面遇到的一些问题, 就是可以交流一下, 对, 有没有math? 喂,你好, 我想问一下, 你们的那个porder呢, 有没有在那个AWS的bottle rocket这个OS上面试过, 因为它是一个continent-wise的那个OS, 我不知道你们的这个porder, 也需要access那个note上面有什么requirement这样子, 有没有特别的requirement在那个accessnote上面的那个permission, 因为我看你们可能在hot restart那个continent的时候是不是要access那个work and note, 这是我的问题, 因为我没有用过你们这个, 我刚才只是听了一些介绍, 不知道我的问题是不是成立, 对, 那个不好意思我没有听懂那个具体的问题啊, 就是我猜测就是你是不是要问这个原地升级去重启continent的时候, 它是不是要借助或者说依赖其他的第三方的一些能力, 比如说像节点测的一些能力还是什么, 对对对, 要不要直接access任何个work and note, 比如说要access到那个可能continent那些controller, 这个one time那些controller, 这个是不会的, 因为这个其实是那个原生的KMAS提供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就是说原生的KMAS它在它其实是, 虽然说是POD是一个不可变的基础设施啊, 但是它还是留了一个口子让你去更新这个, 它的一个image的这样的一个地址, 如果它发现你的镜像变动的话, 它的cooplet就会有所行动, 就是把你的旧的那个controller给你刷掉, 然后再给你拉起这个新的controller, 所以你restart那个controller是透过那个镜像改变它的可能那个tech来做的? 对, 这是一个方式, 另外的话就是close的话它还有一个closedemon, 就是它有每个节点上有一个agent去做一些能力, 就比如说刚刚那个我的搭档提到的那个对于env的一个原地升级, 就比如说你改了一个env, 然后这个env是通过那个downward的API方式进行挂载的, 然后close的话会自动的检测到你这个env有所变化, 然后它就会用那个agent去调用cri的那个killcontroller的接口去把这个controller杀掉, 然后来完成这样的一个controller的重启, 它是有两条路径, 对, 好的, 好的, 明白。 你好, 就刚才听了你说这个就是pod的这个原地升级, 或者是confirmat更新什么的, 有一个疑问就是我想知道那这个pod升级之后, 它那个pod的名称是还会变吗? 不变的, 不变的。 不变, 不变的话那我感觉可能有个困惑, 就是那我怎么确定我那么多pod我是更新完成了, 更新成功的呢? 就是怎么管理这些? 对, 这个其实就是这个工作负财关系, 原地升级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能力, 就是它会去自闭还这件事情, 就是用户你所需要关心的只是说你控制你的那个发布, 滚动发布的那个mass available, 然后还有它的一个分批的这样的一个部场就可以了, 然后至于它这个pod到底有没有更新, 然后有没有更新完成的话, 它的在那个close这个workload controller内部的话, 会有一套那个自闭环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机去做检测, 然后另外在用户侧的话,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 像deployment它产生的pod, 它每一个pod上面都有一个label叫做podtemplatehashi, 你podtemplatehashi的话就是来标识的这个pod的版本, 然后像那个stiftfulset, 原生的stiftfulset, 就是它的status里面会有两个版本号, 一个版本号叫currentreversion, 这个的话就标识着旧的版本, 还有个叫updatereversion, 这个标识到新的版本, 这个里面是带着那个hashi号的, 如果这两个hashi号能够匹配起来, 然后说明这个pod就已经被升级过了。 对。 你好,我想问一下那个lsio升级的那一个页。 哪个? 就是那个共享内存去, 加那个原地升级那个。 对对对吧。 就是这个东西的话, 如果遇到那个比如说, 就假设啊, 就有没有遇到过那个lsio它本身那个, 对于存储到内存里面的数据结构, 发生了改变的这个场景。 对。 这个其实完全是由业务方自己去决定的, 就是我们容器这次负责的内容就是第一是, 引导它把它的这个数据的加载, 不要去直接加载到内存, 而且写到这个tempfs里面。 然后另一方面就是, 至于这个tempfs里边的数据, 它要不要用, 要不要清理, 是由业务方自己去做决定的。 就比如说它, 它的业务进程拉起来的时候, 它如果去探测到这个数据已经是个过时的数据, 它可以去做一些清理, 然后再做重新的去拉载, 加载之类的。 OK, 那这个清理的话是不需要重启这个tempfs这个pod? 这个其实是它的pod, 它的业务的init的脚本去做的一些事情, 就是给你举个例子, 就比如说在它在做原地升级的时候, 从V1版本升到V2版本, 然后它这个V2版本里面的数据需要发生变化, 然后它的脚本就会去探测这件事情, 然后就会觉得这个tempfs里边的数据是过时的, 然后在这时候会把tempfs的数据给清掉, 清掉之后它重新去加载, OK, 但是很多时候它其实是, 这种操作是一种低频的操作, 对, 然后大部分的发布其实是不需要去做这件事情。 OK, 我们把这个pod分散在不同的机器上面, 可能其中十个pod中有一个pod是有问题的, 我们想在这种情况下面, 你们是通过就是opencode, 它有没有办法去把这个pod去隔离掉, 然后它隔离的时候, 它是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去隔离, 比如说它是把流量全部给它踢掉, 还是说把这个去重启一个新的pod, 这种策略是怎样子的, 可以跟我们讲一讲吗? 你说open close game吗? 对对对, 要不你来。 你可以, 我可以试着回答一下, 下午的话有一个talk, 你可以去听一下, 就是这种情况下呢, 其实是有一种办法的, 就是你可能在上面的operator, 然后的话你去把它的owner reference, 然后可能去删掉, 这样的话, 它其实就不会被这个工作负载所管理, 然后的话呢, 它其实另外的话也可以去拉起一个来, 或者就是你可以把它pose 掉之类的, 对, 这种场景, 你是游戏场景的吗? 我不太清楚。 我们不是, 我们是属于民数行业的, 但是我们经常会发现就是说, 我们的pose当中, 其中有一个pose是有问题的, 那我们其实想把它摘除掉, 然后就是说看, 我们现在没有一个具体的好的方案, 去做这个事情。 如果是这种场景的话, 其实我们会更建议你在那个, 服务发现这层面去做这件事情, 就是把这个pose的流量摘掉, 而不是说想办法把这个pose 从这个工作负载里面摘出来。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个, 因为我可能这个pose出现问题了之后, 我们想去保留这个事故现场, 然后可能拉起另外一个pose, 然后我这个有问题的pose, 还是继续让它保留, 只是把这个流量给它摘除掉, 然后我可以去方便我们的开发去做排查。 有没有这种场景啊? 你说这个场景的话, 其实就跟那个open close game 提供的那个能力非常像的。 如果你对这个感兴趣的话, 我建议你下午去听一下, 那个open close game的那个专场。 对,其实这个问题, 我们俩都不是特别的熟悉。 好的,好的,谢谢。 不好意思,想问一下这个, 这个in place update的这个部分是由那个sidecar才来进行吗? 这是open close的那个。 不是由sidecar进行的, 它是针对任何的sidecar都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原地升级。 哪怕你的port里面只有一个container, 只有一个container, 它也可以针对这一个container进行原地升级。 但是它这个人的升级是? 不是热升级, 它是要把这个container去杀掉, 然后重新拉起来。 哦,所以这个container其实也是需要vstart, 而不是这个container可以原地的走。 对,就是它。 只是这个port没有Q。 对,就是只是说它的sundaybox是不会去变的, 就是它的存储网络是不动的, 但是它的业务进程本身还是需要停掉, 然后再重新拉起来。 哦,明白。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问题的话, 那我们就先到这儿。 感谢大家的聆听。